嗨,上个视频我们学习了不定式to do做主语的情况 接下来来看不定式做宾语的情况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常常头疼的动词短语了 比如我决定好好学习 很明显现在只是在做决定 但是决定的内容我们还没开始做 所以就用不定式表将来 就出现了我们的词组decide to do something 同不定式做主语一样 有的时候宾语太长 我们可以用形式宾语 也就是it代替 比如我发现每天读英语很容易 我们翻译为 I find it easy to read English every day 我发现每天读英语很容易 我们还有很多动词是接不带to的动词不定式结构 比如why not do something 与why don't you do something 表示去做某事怎么样 I better do something 最好做某事 would rather do something 宁愿做某事 would you please do something 你可以做某事吗 例如 I would rather stay in the room 我宁愿待在房间里 不定式除了可以做宾语 还可以做宾补 稍等 你是不是要问什么叫宾补 就是宾语补足语 通俗点讲就是对宾语进行补充说明 比如我们生活中会说 我妈妈鼓励我 就会好奇鼓励了你什么呢 这个时候就对鼓励的内容 做一个补充说明 比如 我妈妈鼓励我学日语 就可以翻译为 my mother encouraged me to learn Japanese 此时也有一个需要大家特殊关注的点 就是有一些实义动词和感官动词 也习惯用不定式to do做宾语 这个时候不定式to必须要省略 但是在变被动语态的情况下 需要还原to 那么针对这些特殊的动词 老师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口诀吧 在一感二听三让四看 一感是few 二听是hear listen to 三让是实义动词 let have make 四看是look at see watch和notice 怎么样好奇了很多吧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不定式to do做定语 相信大家一定听说过定语 定语的意思就如字面所显示的 表示起到限定解释说明的作用 比如 he was the first to come to the classroom 他是第一个来到教室的人 我们需要注意 如果不定式是不及物动词 那当然不定式后面就应有必要的借词了 比如 I want some paper to write down 我想要一些写字的纸 还有一类词很特殊 就是anthing something nothing的 如果这些词本来有形容词修饰 那正确的顺序是 anthing something nothing加形容词加不定式 比如 I have something killed to drink 我喝了些冷饮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不定式to do做状语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表目的 dogs sleep together to keep warm 狗哥们一起睡觉来取暖 最后我们之前学过的疑问词也可以加不定式to do 在句子中担当主语 宾语 表语等成分 例如 the question is when to start 问题什么时候开始 what to do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该做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好了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视频中不定式to do的用法吧 第一 不定式做宾语 比如 I decide to study 这里要注意it做形式宾语 比如 I find a tasty to read English every day 我发现每天读英语很容易 第二 不定式做宾语 比如 My mom encouraged me to learn Japanese 我妈妈鼓励我学日语 这里要记得哪些动词是省略兔的不定式 就是一感二听三让四看 第三 不定式做定语 比如 He was the first to come to the classroom 他第一个来到教室 第四 不定式做状语 Dogs sleep together to keep warm 狗狗们一起睡觉来取暖 第五 疑问词加不定式 例如 What to do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该做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学习完毕 快去闯关练习吧 Oh yeah 再次会订阅我们下期待 我开始订阅我们下期待 可以在这边 什么事情 我开始订阅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